Youtube,你好,大家好,我是Dan 韓國最大經濟公司海埔 已經開始對旗下的子公司 也是NuGIS的所屬公司Edoer進行監察了 今天,根據多家媒體報導 海埔認為Edoer的代表米尼金等人 試圖想要控制經營權、獨立經營公司 並已開始蒐集相關證據 監察的對象包括代表米尼金 以及Edoer的高層AIMO 目前,監察部門的人員 已前往Edoer管理層的工作區域 收回了公司的電腦資產 並著手獲取面對面的陳述 海埔計畫在分析當天所獲得的電腦資產等之後 根據這些資料,在必要時採取法律措施 海埔的一位相關人士表示 確實因為懷疑Edoer管理層想要取得經營權 所以我們已經啟動了監察權 而根據22號的行業消息 海埔當天要求召集Edoer的董事會 以召開股東大會 這是為了問責試圖奪取經營權的現任管理層 並額外任命海埔方的董事 但目前,想不確定Edoer的股東大會 是否會按照海埔的要求召開 這是因為召開股東大會需要Edoer董事會的決定 而米尼金代表等人已控制了Edoer董事會 除了米尼金代表外 Edoer的其他兩名公司內部董事 也都是米尼金代表從SN娛樂時期開始的密切助手 如果Edoer董事會拒絕海埔要求的話 目前沒有強制執行的方法 據了解,海埔當天也發送了一封要求 米尼金代表辭職的信件 但業內人士預計 以控制董事會的米尼金代表 應該會拒絕辭職 並對海埔採取公式 米尼金代表過去在SN娛樂公司時期 負責過Sony City Shiny Exo的 著名IDOL團體的概念和品牌管理 以獨特的色彩感和表現方式 在音樂界獲得了名氣 在加入海埔後 米尼金推出了女團Nujiens 創下了巨大的成功 我們來看一下韓國網友們的反應 因為Edoer董事會都是米尼金方的人 所以可能無法召開股東大會 這比電視劇還要電視劇 這種行為是不是比50-50的情況還要嚴重 如果沒有錢 應該通過合法方式借款或尋求投資來經營自己的業務 而不是在別人的公司工作後 再來說 這是我創造的我要擁有它 這種行為就像是流氓 公司承擔了初期的投資風險並提供了支持 而米尼金則試圖將風險推給別人 只帶走成果 這怎麼能算是他的能力和成果 真正的能力 應該是承擔投資風險 並成功地實現目標 剛出道就能成為涉及品牌的代言人 還能拍攝大型廣告不僅僅是因為米尼金自己的名氣 更多是因為屬於海補這個品牌的效應 也太自大了吧 即便是頂尖製作人龐希爾也花了好長一段時間 才讓BTS達到現在的人氣高度 50事件發生才多久真是驚人 他們可能認為 女金斯已經很紅了 所以應該沒問題 但在韓國 特別是女團的大眾形象非常重要 如果她們被視為背叛者 那麼她們的形象可能會迅速墜落 米尼金已經是不行了 女金斯的成員們應該要小心處理她們的立場 如果她們一直追隨米尼金代表的話 那可能會成為第二個50事件 如果處理得到 則不被視為背叛 而是作為另一個受害者繼續活動 但也有網友們表示 會不會是還不為了加強對Odo的控制 故意發佈誇大情況的新聞呢 很難相信米尼金會做出那麼愚蠢的行為 對於米尼金代表想要獨立經營公司的消息 大家覺得怎麼樣呢 對於米尼金要被消除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